当我们经历任何以上的症状时 我们在生理上 情绪上 灵性上都属于脆弱的状态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状态时 鬼会攻击我们 给我们注入了更多的黑能量 并且加大了这些症状 好像常常移到鬼来骚扰你的 鬼魂会导致人们产生忧恶症 因为忧恶症在社会上是没有药医的 吃什么药呢?就是控制头脑而已 但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看这个修行者 所以我刚才说 业障出现 是修行者正在修行的人 只会出现的 你没有修行的 不会整你的 就算整你 不会整得这么大的 最多是搞到你少少不舒服的 明白吗? 那是骚扰你的 那你是修行的 会出现了 意思是说 你看 心中 因为那个缸被黑色的东西包住了 发不出来 所以人正会有这么多的忧屈的问题 好 你看 各位个人不希望修行者 获得灵性的增长 并传播修行的损识 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修行 你的缸会给这层东西包住 因为为什么 你会存在很多你修行的资讯 去帮了很多人 明白吗? 如果你的水平低了 你刚刚起步了 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个正是开始呢 叫做将来你 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层次的 所以我们都是从零开始收的 就算我天生有带智 有这样的力量来 但是你都是从头开始的 慢慢升到这个地步 你在人天交战 挣扎时开始了 有很多是骚扰你的 或者听到声音 令到你幻觉出现 有些奇奇怪怪的 你想不到什么都出现的 你知道吗? 你意想不到 所以说人不可以有弱点 弱点就是欲望 就是弱点 你不可以被人捉到 捉到的 弱点就来的 他们搞你 会借着这样的机会 来整理 所以这个呢 通过噴那些黑气 通过这样的收行 在产生老海里面的疑惑 你收行很多质疑 这些奇奇怪怪的 或者胡思论想想的 有的没有的想法 全部是这些放弃的 包括有些性的欲怜很强 所以这些是整理的 总之你见到身体 有一层灰色的包子 或者身上有一些 就是给这些东西 我们当是妖魔鬼鬼 捉住自己 绑住自己就不离 所以有瘟症 很多人都同意这些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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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